01 2008年1月16日 苹果Mac Word大会 乔布斯从档案代理 拿出了第一代MacBook Air 说 这是世界上最薄的笔记本电脑 诸多细节方面 MacBook Air都做到了美学极致 延续至今 唯独在续航方面比较差 如果你拆开MacBook后盖 会发现在密闭狭窄的有限空间中 锂电池几乎塞满所有空间 只为了提升那一点续航时间 这是艺术与现实的妥协 十年匆匆而过 各种型号的笔记本电脑蓬勃发展 全面凭手机成为标配 摄像头从800万提到1亿像素 指纹解锁 面容识别 快充技术也不再新鲜 一切都在变化 顺应时代发展 一切又仿佛没有改变 从1990年到现在 锂电池技术几乎原地踏步 进展缓慢 电池这玩意设计到材料学 而材料学但凡想做出突破 没有多少捷径可走 就是不断换材料进行重复实验 什么时候出成果 不知道 简称薛定乐的材料 我一个在研究所工作的朋友 每天任务就是做理论模拟 盯着元素周期表和晶体数据库 将各种材料反复组合 不管能合成 还是不能合成的 通通计算一遍 只为了碰运气 找到在电池上的突破口 但这一碰就是三年 不要说有什么突破性材料 甚至连电池的理论寿命都无法推导 完全找不到数学模型 只能靠一遍遍实验数据去算 去寻找趋势 做各种无用功 太苦了 眼见它的地中海逐渐成型 岁月不饶人 早些年还会有新闻贩卖概念 什么理空气 纳米电池 量子电池等等 甚至是加水就能跑的轻能汽车 要不只谈容量 回避生产成本 要不谈充电速度 不谈寿命 或者干脆就是交智商税的 如果一味追求续航时间长的电池 我们早就发明出来了 现在人造卫星上用的核衰变电池就可以用好几十年 可功率太低 根本带不动手机 电池这一块 我们一次次折几尘杀 无功而返 只能在现有锂电池技术上修补 做各种形式上的创新 近年来也有不少安全性上的突破 比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 成功征服了针刺测试 针刺测试已经克服 但如何克服在寒冬环境下锂电池的衰减问题 目前进展未知 北方朋友也特别煎熬 不仅电池 半导体行业同样面临相似困境 为了证明科技大爆炸 有人会拿几十年前的大哥大来对比智能手机 或者拿占满一间教室那么大的古董计算机 来对比如今的笔记本电脑 电脑和手机是改变了我们生活 只是拆开来看 它们的底层结构没有任何变化 都只是体现在应用上的进步 比如储存容量 运行速度 屏幕分辨率等 现代计算机虽然结构更复杂 计算能力更强 仍然是居于上世纪40年代的冯诺伊曼基原理上进行改良 体积缩小 归功于集成电路的迅猛发展 也就是摩尔定律 集成电路可容纳的元器件数量 每隔18至24个月会增加一倍 性能也将提升一倍 广 但摩尔定律不会一直维持下去 想压缩集成电路面积 又要在里面无限堆砌元器件 最终肯定会达到物理极限 5纳米制成必然不是终点 也很快到临界点了 量子计算机倒可以期待一下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2019年 大师谷歌宣称量子霸权已经实现 在实验中证明了自家量子计算机的优越性 在世界第一超算Summit 需要计算一万年的实验中 谷歌的量子计算机只用了三分二十秒 严格来说 这个实验只是一个特定任务 实际应用意义不大 而且由于框架性问题 量子计算机是很难取代经典计算机 然后是去年年底 我国构建了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9张 在处理高斯波色取样的速度上 比谷歌的快了100亿倍 虽然计算速度很快 可它们不是真正的计算机 既无能编程 也无法实现纠错容错 离真正大范围的普及可商用化 还需要保守几十年时间 至于IT界 一直陷入迷茫中 反复鼓吹概念 比如全息互动 人造生命 永生技术 意识控制 记忆共享 脑联网等等 这些概念背后 基本没有任何理论上的突破 更别谈论创新 陷入了虚假繁荣 无法自拔 02 要论鼓吹最多的概念 人工智能榜上有名 人工智能起源于计算机技术 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提高技术研发效率 从而取代人的部分工作 可惜 当下的人工智能只是一个幌子 沦为圈钱工具 许多做算法优化 做硬件集成 做大数据的公司 只需改个名称 就说自己是人工智能公司 他们会根据你的搜索内容 进行精准识别 推送一些定制广告 或者给手机摄像头打上爱噱头 本质还是自动美颜调一下滤镜 主打换脸的爱软件 用的是深度学习 勉强达到弱人工智能的最低门槛 甚至连智能都撑不上 仅仅停留在前层 想要实现强人工智能 还有很远的距离 而且远到令人绝望 为什么如此难 因为实现人工智能的前提 是要对人类基因组有突破性进展 人类大脑是目前已知最复杂的结构 拥有上千亿神经细胞 而人类的基因组 由大约30亿碱基队组成 在50年前 大家对科技发展看得太乐观 认为到2000年就能充分了解 大脑的思维特性 然后半个世纪过去了 我们对大脑 对基因的认知 还处于最原始阶段 我们一筹莫展 为何一个小小的受精卵 会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为什么会有肤色差异 单双眼皮 异色瞳孔 为什么人与老鼠 这两个物种的差异如此之大 却有99%的基因 找到同源序列 人类基因足有2万多个基因 每一个序列又是什么 生物学的本质 仍是一门基于实验和经验的科学 需要依赖大量数据收集和整理工作 而且缺乏完整的理论去指导实践 缺乏一个生物学的牛顿 也因此 人类基因的密码牢不可破 许多疾病很难解决 几乎所有的精神疾病 诸如阿尔兹寒默症 抑郁症 躁狂症 双相情感障碍等等 既不能观察 也难以治疗 甚至只能用有无遗传病家族史和人群发病率 去做一个大概判断 几乎所有疾病都无法根治 要么病因不明 要么发病机制不明 现代医学所达到的治愈层次 也只是让人恢复到健康状态 比如艾滋病 高血压 糖尿病等病症 通过定期服用药物 早期的癌症患者 服用靶向药物进行长期控制 尽量不让病毒对生活产生太大影响 就可以了 我们是处于科技大爆炸时代 但真正爆炸的领域就只有IT互联网 同时掩盖了科技术主干进展的贫瘠无力 有些研究真的无法快马加鞭 我们只能选择希望 03 在人类历史上 有一个横跟百年的问题 地球上的石油什么时候会被我们用完 答案一直在变 从最初的10年 一直到50年 100年 由于勘探技术进步 页岩油气革命 地质理论突破等因素 石油探明储量越来越多 很可能永远都采不完 有一个严峻前提是 要想继续满足每年庞大的燃油需求 我们只能加把进去发展钻井技术 以应对表层油田快速枯竭的现实 正如上面我提到的摩尔定律一样 钻井技术总有一天会达到瓶颈 或许等到开采石油的成本越来越高 高到失去了竞争力 一桶油可以卖到天价 自然就被市场弃用 也就等同于枯竭了 而没有石油光靠煤炭 可没法维持人类的高科技生活 仅仅石油供应不足 就会导致全球大部分城市 无法正常运作 农业生产也难以为继 更别说要养活全球70多亿人 而且石油还是重要的工业原料 塑料 和成像胶化线 清洁用品 添加剂还是沥青 都离不开石油 新能源也无法替代 不管核能 水电 太阳能 风能还是潮汐能 目前仍处于最低层次的利用 而且各有弊端 水电有季节性 风能太阳能是间歇性获取 不能随取随用 也不能调度 对现有电网的稳定造成冲击 只能作为补充能源 甚至一些新能源行业 还要依靠财政补贴才能撑下去 马斯克这个人是挺大嘴巴 资本利益代言人 可为了实现殖民火星的愿景 他可以一边夸夸其谈 一边用长达十几年时间研究 甚至掌握了航天器发射与回收技术 大幅降低火箭发射成本 哪怕马斯克真解决了人 力在火星上生存的种种问题 包括空气 食物 水和人造基地 也无法解决最核心的能源问题 目前在火箭推进方面 我们很难有技术上创新 发动机 还是使用液氢液氧甲烷来做燃料 运输成本居高不下 即使不断压缩成本 马斯克要想送一个人去火星 也要至少50万美元成本 假设有人愿意 更别说在未来的宏伟计划中 要运送100万人口和1亿吨物资 再往后推 仅以现在的火箭速度 我们飞到距离地球最近的比零星 就要6万年 6万年 比人类的文明史还要漫长 如果在未来 火箭发动机 没有出现革命性变化 火箭推进仍然基于化学燃料 人类将永远困死在太阳系内 毫无希望可言 所以目前可以一次性解决能源枯竭问题 解放人类生产力的方向 只有一条 可控核巨变 不可控核巨变 在上世纪我们已经研究出来了氢氮 可惜氢氮是一锤子买卖 炸完就没 因此 如何把一个等同于氢氮的极度高温反应材料 核零下269度的低温材料 还有上万个零部件 拘束在一个极小空间内 实现能量的高效率转化 并令其保持长期稳定 是最大难题 为了让核巨变可控 科学家们已经研究了50年 接下来还要继续研究第二个50年 甚至第三个50年 目前我国的研究进度是 星部电子温度 1亿摄氏度可以维持20秒 并且在今年4月底冲击100秒 算是迈出了一大步 很不容易 升级改造中的全超导托卡马克和巨变实验装置 图 新华社 为什么可控核巨变 对人类如此重要 一旦人类掌握了这项科技 等于掌握恒星的能量利用方式 拥有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能量 而获取核巨变的原料来自海水里的穿元素 原料成本忽略不计 有了可控核巨变 就有无限廉价电力 就有无限前景 内燃机将成为历史 石油沦为化工原料 极大降低各种矿物开采 提炼成本 大规模海底域业养殖 大规模沙漠农业成为可能 粮食问题彻底解决 无需耕地 直接无土栽培 用海水淡化 电费忽略不计 星际航行成为可能 开发太阳系 不再是梦想 温室气体得以控制 大型氯化得以实现 不计成本改善地球生态 这是我们最期盼的未来 但如果在化石能源耗尽前 人类还没找到可控和巨变的办法 最终命运一定很惨 不只是文明倒退 而是从此被锁死在太阳系内 所有高级物理实验无法进行 所有科学理论无法进一步验证 太空作业将成为历史 能源危机甚至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人类承担不起科技停滞的后果 科技进步的意义 在于不断将蛋糕做大 让分蛋糕的人不会争强 可蛋糕体积一旦固定 而分蛋糕的人越来越多 矛盾就开始了 要么坐下和谈 要么从别人手里抢来 一切都靠着拳头说话 战争离我们没那么远 和手提箱也不仅仅是战略威慑 真正的和平 永远处于大炮的射程范围内 至少在短期内 人类社会难以出现大的科技变革 所以低缘纷争 人口压力 经济制裁 能源危机将成为常态 也只有末日到来 才能确定人类是否接近极限 是否有孤注一掷的决心 04 当今科学理论的验证越来越难 但人的寿命有限 300年前 人们根据燃烧的化学现象 提出能量守恒理论 200年前 一边提出电磁理论 一边做实验验证 100年前 人们期待100年后 能够有足够能力去验证量子力学 随着人类积累的知识越来越多 任何一位顶尖数学家 物理学家或者生物学家 都需要经过大量时间去学习最基础的理论知识 或者说 目前无法再复制出牛顿和爱因斯坦 当一位科学家处于人生黄金期时 他仍在埋头苦学知识 可能40岁时学完自己专攻的一个极小领域 带到花甲 古西之年才终于攻克完一个物理学的分支 至此留给他继续开拓科研的时间和精力 已经所剩无几 南大博士方程志在技术大停滞 李举了这样一个生动例子 有一本书 叫有限单群分类 由四位高龄数学家出版 这本书 一共350页 全文内容仅仅是一个摘要 想要完整证明 至少要15000页 是数学史上最庞大的证明 为了保存这长达15000页的证明 几位数学家正与死神赛跑 到2011年 这本著作只是勾勒出了证明的梗概 全世界能够理解这些证明的人所剩无几 他们害怕在年轻一代数学家接班之前就会离开人世 不只是数学 很多领域都有类似现象 当每个人 甚至是天才 穷尽一生也无法学完某个知识 体系中的一支专业知识 那么科技的发展也就到了上线 难以再有什么突破 另一个是人类思维所能到达的极限 许多领域的研究 是靠人力反复尝试才能出成果 以前还能这样玩 但当下的前沿物理领域 已经远远超出人类的想象力范围 很难下手 进展缓慢 比如我们无法理解的闲理论 暗物质 多维空间 宇宙边缘 搞不清楚双缝干涉实验 带森球 计算不了取帅引擎 也找不到可以承受10%光速旅行的材料 被困在三维世界中思考的我们 有时候必须承认 人类的基础前沿科技 已经触摸到天花板了 科技虽然是没有尽头的 可对人类来说 能摸索到的科技是有尽头的 这个尽头上线 取决于人类寿命 相比起整个宇宙 我们太微不足道 也太孤单了 至今没有找到任何外星文明的足迹 又或者被人为掩盖了踪迹 05 1950年 物理学家费米提出一个著名的费米悖论 理论上讲 人类能用100万年的时间飞往银河系各个星球 那么 外星人只要比人类早进化100万年 现在就应该来到地球了 可为什么 我们还没观察到有外星人的存在 如果我们技术有限 没法观察到 那外星人又为什么发现不了我们 不要低估了宇宙存在智慧生命的可能 即以银河系为例 类似太阳的恒星就达到上千亿 而类似银河系的星系同样有上千亿个 从概率上来说 整个宇宙有无数类似的地球生命存在 但整片浩瀚宇宙 却充满死寂 除了人类 放眼望去一片漆黑 其中有一个理论 叫大筛选 宇宙肯定存在着大量文明 可有能力离开自己星系 进行太空旅行的文明 几乎没有 大部分文明经过一层层筛子 从使用火种 浓耕文明工业 蒸汽机 到内燃机和电力 最终都倒在了可控和巨变这道筛子上 它过去了 就能拥有整片黑暗宇宙森林 它不过去 就被困死在自己星球上 用剩余能量维持文明 苟延残喘 显得残酷又公平 从宇宙大寂灭来看 我们突破能源封锁的成功率 微乎其微 只能寄托在前沿科学家身上了 我挺担忧的是科技发展至今 从业人员的疲态越发明显 铺天盖地的垃圾信息和大数据 摧残星质的工作质 高速运转的效率需求 搭配难以专注的大脑和碎片化时间 已经让人身心具备 全世界范围内 老龄人口急剧增加 凡是发达国家和地区 都面临着本土人口越来越少的现实 而养老金问题 已成为媒体和政治辩论焦点 比如美国每年在福利上的投入 是可控和巨变研发投入的百倍以上 更是关停火箭推进计划 超导超级对撞击等项目 节省财政支出 毕竟过好当下生活 远比遥不可及的可控 和巨变有意义的多 马斯克幸亏是有钱 背后也有NAS助力 才能支撑起自己的星际殖民梦 更多国家干脆就选择躺平 我以前写过不少有关宇宙的文章 也曾感慨过 一个民族是否有希望 要看他们能否仰望星空 很庆幸 我们国家还能不遗余力修建 许多大型科技工程 有世界最大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 观测宇宙生命 有接棒的天宫空间站 将成为世界唯一的载轨空间站 有环形正负电子对撞击项目 对上帝粒子进行精确测量 也有世界首颗量子卫星 开展对量子力学的实验检验 只要有那么一丝希望 我们 感谢观看